接著轉換焦點帶大家來關注一下 最近這兩天在網路上非常火熱的話題 就是知名作家吳淡如 他其實在12號的時候 他就在臉書上面放上了這張照片 他就分享說這個是自己 剛學會的電腦繪圖作品 可是就被網友質疑說 這個圖片明明因為他有說 他是用AI的製圖軟體做的 那網友就質疑啦 你這個AI製作的手繪 不算是手繪啊 而且你是AI算圖耶 但是呢面對網友的批評 吳淡如他是直接反擊 他說凡是辱罵者 我都已經請律師來蒐證 準備要提告了 同時他還說感謝酸民流入 讓我原本被屏蔽的臉書流量回來了 他的回應在網路上也再度引發討論 這張 這張 還有這張 看似精緻細膩的繪圖 其實都是AI算圖產生的 不過知名作家吳淡如說 這是他電腦繪圖的作品 盡遭大批網友留言抨擊 吳淡如不僅出版許多書籍 更是Podcast熱門排行榜的常客 也非常善於描繪插畫 12日他在臉書剖出一張畫 並表示這是他電腦繪圖的第一張作品 讓不少網友超級傻眼 並表示這根本不是電繪 而是AI生成 不過吳淡如卻回嗆網友 AI算圖也是一種電腦繪圖 還發文怒批酸明 我有說這是我手繪的嗎 他認為自己平時都有 手繪壓克力的習慣 粉絲都知道 自己並沒有說錯 而是網友短長取義 沒有禮貌 還要酸明好好增加自己 電腦繪圖的技術 而吳淡如也請小編 將批判的留言及帳號 全部封鎖 更強調 這些辱罵的人 已經請律師搜證 原本充滿爭議的文章底下 也都只剩下稱讚的留言 不過酸明太多 淡如卻實在封鎖不完 便直接公告 以後AI生成的圖 會加上AI兩個字 但也很酸的表示 你現在所用的軟體 都有人工智慧 最後還發文感謝酸明流入 才能讓他的流量回復從前 雖然無淡如的臉書 幾乎看不到任何負面批判的留言 但仍不少網友 在ETtoday新聞雲的臉書 底下留言表示 以為不會被發現 被抓到就開始惱羞 更小當上去的最佳例子耶 講錯認錯就好 何必死鴨子嘴硬 我們也想要聽聽看大家 對於這幾起事件是怎麼看的呢 所以我們現在在Youtube聊天室 我們的小編有開了一個投票 就問大家說 在這個風波裡面你挺誰呢 選項一是 我覺得吳淡如說的算對的 因為我覺得AI算圖也是電汇的一種 選項二就是支持網友 認為吳淡如根本就是孤民釣魚 還有選項三是覺得 我保留我的意見 因為AI算圖跟電汇的界線 我覺得可能還有點模糊 有待釐清 大家的想法是什麼呢 歡迎投票或者是留言 來跟我們分享 因為吳淡如不滿作品 遭網友開刷而揚言要提告 但是這樣的指動 讓網紅陳怡看不下去了 還忍不住開槍 像個以老賣老 自以為是的老人 網紅陳怡晒出吳淡如留言截圖 先是開刷 用假帳號是真的找不到啦 接著指出 臉書是美國公司 得最重本刑三年才能要求臉書查IP 妨礙名譽只有兩年 基本上是無提供IP 更忍不住籌諷吳淡如學禮 淡如姐是台大法律畢業的 但畢竟那是三十幾年前的事了 無法與時俱進也是有的 最後人開刷 每個人都有錯的時候 最怕是死不認錯 那就會讓自己看來 像是個以老賣老 自以為是的老人 吳淡如因為AI繪圖和網友槓上 不過YoutuberJoeman則是逆風立體 Joeman的臉書發了936字傳聞表示 看到吳淡如不改火爆脾氣對外開槍 他也坦言一度想要勸吳淡如道歉 但自己知道姐的個性很火爆 叫他道歉應該換自己被罵 原本以為事件一下子就過去了 就沒有開口 沒想到越演越烈 我同意很多人看到 淡如姐直接嗆武藝流量 瘋狂封鎖人等等 不是最好的公關操作 但我理解的是他可能還在氣頭上 又或者他根本沒打算 跟那些不熟悉的人溝通 雖然吳淡如講話很嗆 但走慢表示某方面來說 也真的是事實話 自己也曾經受傷過 感謝當初拍片時 吳淡如直接給了他東京房子的鑰匙 無條件信任他 深交後發現他從不另分享 體系後備 應該是一開始用字不夠精準 才會引發這次誤會 而吳淡如的電腦繪製作品被網友開酸 沒想到陶晶瑩昨天就突然上傳了 一系列的AI繪圖作品 坦言其實真的沒有這麼容易 面對網路上近期繪圖風波 陶晶瑩13號晚上近11點在臉書 PO出多張AI繪圖的作品 有狗、兔子等圖案 看似微妙微笑 但他坦言過程中其實不太會下指令 AI生成繪圖 好像英文描述要夠仔細豐富 就算沒有想像中容易 陶晶瑩仍是熱衷其中 被問到是否要通宵打蛋傳出作品時 他也坦言正在做 一系列AI繪圖作品吸引上千粉絲按讚 自己畫和下令畫的是不一樣的 不要說自己畫的則好了 大家覺得AI算圖到底算不算是手繪呢 現在在美國好像有個案例出來了 現在帶大家看到這張圖 這是美國科洛拉多州博覽會 他們今年的藝術競賽獲獎的作品 但是這張作品呢他居然是用AI算圖來畫出來的 這個作品的作者呢他叫做Alan 他呢其實是用人工智慧 就是AI生成算圖工具Mate Journey 他用這個AI工具呢 就把他自己輸入了這個關鍵字呢 就做成了這一張超級逼真的畫作 最後呢在科洛拉多州也是拿到了大獎 可是他拿到這個數位藝術類類別的大獎之後 就引來批評啊很多人類藝術家就很不滿了 他們就覺得說你這樣根本就是作弊吧 你又不是自己畫的圖 我明明就是AI幫你畫的 你根本不應該拿這個獎 那對此呢Alan他就有出來反駁 他就說欸可是我在教這個作品的時候 我上面有寫啊 我有寫說是Alan透過Mate Journey 我明明就有講清楚說 我這個作品是用AI來做出來的 我沒有作弊 我沒有欺騙大家 我只是他畫得太漂亮所以我得獎 他意思是這樣子 然後但是呢 就稍被注意到了 然後其實呢就有 就是非常不滿意的那些人類的藝術家 他們的看法是這樣 他們就覺得說 我們可以理解就是AI藝術是有他的正面性 可是你只是做了一幅AI畫作 你就自稱是藝術家嗎 我們覺得好像看到藝術正在我們的眼前死亡 不過呢也是有另外一派的藝術家 他們是支持Alan的想法 他們就覺得說欸你使用AI工具來創作 其實就跟你使用這種Photoshop啊 使用其他這種數位後製的工具來講 沒有什麼不一樣啊 因為呢他們覺得說想要畫出得獎的作品 其實最重要的還是要靠人類的創造力 所以呢這個案件裡面喔 最後這Alan的他的作品 還是順利的拿下這個大獎 因為他們的評審也說 就算他們事後已經知道說 Alan這個作品是用AI畫出來的 可是他們還是覺得 嗯他們還是要把這個獎頒給他 因為他們覺得這個畫實在是太厲害了 好我們來問問看大家 你覺得這樣的話值得拿大獎嗎 歡迎大家來留言跟我們分享 那接下來呢我們轉換焦點 帶大家來持續關注到的是 實況主丁特與遊戲橘子 在2021年因為天堂M子部事件槓上 從2022年4月開庭一直到現在 終於在昨天下午4點宣判駁回 對此丁特則是透過他的委任律師 表示說這一年經過了許多的艱辛 但還好法院願意傾聽 最終駁回了遊戲橘子的告訴 但是我們也是忍到了這一刻 就是等他宣判結果了我們再來說 我先說結論 我覺得我忍到這一刻 其實遊戲橘子已經贏了 無論這個宣判的結果是什麼 我覺得遊戲橘子已經贏了 因為他得到了一年多的時間 可以對這個直播的爭議 避而不談 大家回想一下在前年的12月17號 他們發了一個新聞稿 我們控告知名時報主丁特 這個妨害名譽啊 持續散播不實言論幾位本公司 我們將控告他以正式清了後 對此事件不再回應 其實他們前面講的那串都是屁 他們重點就是想要擺在最後一句 就是我好像光明正大的 我有個合理的理由可以不對 止步事件來做回應 因為進入司法調查了嘛 但你告我到底有什麼意義嗎 告一個戳破你這個假面具的人 然後只為了拒絕回應這件事情 不覺得這幾件事情聽起來非常的荒唐嗎 我必須很遺憾的跟大家說 這場上我非常非常的想贏 但必須要說上市公司 這個我真的一個一介草民 小小的蝦米還真打不過 就是我回頭這樣想 其實遊戲局贏了 因為這一年多來 他錢照賺啊 1月合併新台幣11.9億元 算12億 記者報的啊 我們就看第一個就好 1月有12億 遊戲局拖了一年又兩個月 12乘以14等於168億 哇168一路發 遊戲局真的牛逼 遊戲局子因為子部事件 在2022年以丁特持續散播不實資訊 為了維護公司股東權益與商譽 已經對他提出了民視訴訟 在經過第一次開庭交貨 雙方並沒有得出任何結論 當時丁特認為我倒了後面就沒人 並沒有跟遊戲局子達成和解 而事隔7個月 雙方在今年再度開庭 遊戲局子控告丁特侵權行為損害賠償 在昨天下午4點丁特委任律師出席 旁聽宣判結果 最終法官宣判確定駁回遊戲局子敗訴 而丁特的委任律師表示 其實丁特並不是為了個人而除 而是為了整個遊戲玩家的權益出戰 對此遊戲局子則回應 在收到判決書之後 將與律師演繹討論